慢动作拍摄飞弹从船舰发射 乌克兰国防部公布新影片证实已从欧美手中收到大量的鱼叉飞弹 乌克兰防长特别选在奥德萨港公布这项消息 当地军事管理局发言人有信心 未来与插汗海王兴飞弹相互合作 想集成整个俄罗斯黑海舰队并非不可能 不过乌克兰目前还是最需要这项武器 这是因为乌东战控胶着 战略重症还遭到俄军夺下 为了协助乌克兰扭转颓势 美国终于点头要提供乌克兰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是一种轮型车载多管火箭 一具发射的弹种射程达数百公里不等 而海马斯的卡车不只能携带六枚导引火箭弹或一枚战术飞弹 还能在发射后迅速变换阵地 发射箱也能快速安装具有高机动性的特征 既然海马斯多管火箭能改变 这些游戏规则美国又为何要直到现在才肯提供 主要还是因为他的长城打击范围 一不小心可能扩大战争范围 而从过往美军和盟友联合军演的片段来看 多管火箭系统确实是行锁正常的秘密武器 不满欧美从各方面加紧援助乌克兰 俄罗斯外长痛批西方国家等同是对俄国人民和文化全面宣战 像是得了恐恶症 克林乌林公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基本上都是乌克兰的错 但随着战争拉长临近国家变得不安 根据报导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决定再当一次合适老 周一将分别致电普清和泽伦斯基 协商苹果空间 TVBS新闻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